喜歡吃壽司嘛 對 可是呢 就是一般的壽司蠻貴 然後如果在外面 跟朋友一起吃的話 覺得很早 那我們日本人會覺得是 就是還是會用外送 叫外送的那個壽司店 很有名的那個迴轉壽司店 可以跟 師父一起過來我們家 這樣子非常非常厲害 還有外送師父 師父也來 對 怎麼感覺又怪怪的 師父去你家幹什麼 沒有 沒有 很正常的 對 大家沒有看過 他聊的是壽司師父 對啊 所以師父會去你家 所以是屬於人體壽司的那種 那師父去你家握什麼 就是拿來握 沒有 我很正常 握壽司 沒有 握壽司 不是人體壽司 時段要不要調到半夜三點 握壽司好 握壽司 對 這個時候啊 我們日本家裡也是 大概啊 大概六到十個人 就是跟大家一起派對 或是生日會的時候 才會用的 因為價錢也沒有那麼便宜 大概六個人的話 大概會台幣 兩萬左右這樣子 滿貴的 他握幾道 幾罐握壽司 沒有沒有 就是一開始呢 就是他們來的時候 三個人 三個宿夫嘛 然後這個時候 他們把那個所有的機器 機器啊 還有筷子 還有盤子 會拿過來 全部都帶來 機器 對 那個像那個壽司店一樣的 那個服務 然後 對... 然後準備好的話 就是他們是把那個所有的海鮮啊 而且那個海鮮也是猴著 對 猴著 猴著 而且他們來的時候 都牽著那個 濕風走進來 不行... 那我們歡迎螃蟹大軍 登登登登登登... 田蝦部隊 好了 就是上次跟朋友一起在家裡是 派對的時候拍的 他這個已經不只是外送 有點外匯了 對啊 有一點像類似的 但是呢 就是大概六個人分的話 就是分開結帳的話 我覺得是還好沒有那麼貴 就算因為是 如果是日本在日本是喝酒啊 跟朋友們一起生日會派對的話 我們日本人會怕吵到別人嘛 其實這樣一個人算三千多 還好 還好 而且這樣很棒 其實你去那種壽司店吃一吃 差不多也是這個錢的 對不對 其實台灣也有 你想開派對 台灣也有 就是大家知道有一個很有名的 麻辣火鍋店 台灣有一個很知名的麻辣火鍋店 它標榜的服務 就是也是有外送 但它的外送不一樣喔 它的外送是 你的湯也送你嘛 然後料啊 什麼菜盤 通通那是OK的 然後它是整個連那個火鍋 煮火鍋的鍋子 然後鏟子啊 什麼什麼湯匙啊 筷子啊 什麼的全部都送到你那邊 那還有什麼意想不到的外送呢 還有什麼呢 請看 二手車開到 二手車 蛤 因為一般我們是去那個車行嘛 對不對 對 他挑你要什麼樣的外 那個二手車嘛 對不對 那它現在是開到你家裡面來 我猜南非 對 因為比較多 南非有可能吧 我不知道 這個南非我沒有聽過耶 但我覺得 應該不是亞洲國家 應該是歐美 對 或歐洲這一種 應該不是 比較大的 紐西蘭這種很遠的 那個手車開到你家耶 滿酷的耶 那是不是應該是 距離比較遠的那種地方 才有可能 法國 我覺得不是 什麼國家呢 好的 美國 你們為什麼都沒有想到 全世界最好的美國呢 沒有 你看你們就說 什麼沒有 什麼意思 真的沒想到 為什麼沒想到 因為美國人家裡一定都有車啦 對啊 對啊 你就不會想到說 還需要別人 他們會把一個 大咖車的那一種東西 開到你車 開到你家 那把那一台車 就是放在你家前面 這樣子 那是每一個 每一個地方都有嗎 對啊 就是全美國現在都有這個服務啊 這都是讓你試開嘛 比如說我要試開這台 試開這台 重點來了 你就先選好 你先選好你要的那一台車 他們把它放在你家 你可以先試開五天 因為他們一定要 他們已經拿到你的錢嘛 他們說 你就是確定 你不是要一直換來換去的嘛 那就是他們 也會另外一幫你 包那個車子的 車照啊 那一些東西 全部都包好啊 我覺得這種服務很好 而且 我本來就是想說 因為我在美國看到這個廣告 我想說 應該沒有人要敢這樣子做 因為基本上 你挑一台二手車 你會想要先看一下 它有沒有什麼問題 漏油或是幹嘛的 但是他們沒有 後來我發現 我隔壁的鄰居 他很愛用這種東西 因為發現 我每次回去美國發現 差不多 那我想說 你為什麼 做一次這樣子 他說沒有 現在 你可以在網路上 我說我看到這個廣告 但是我們不知道 有人真的是這樣子做 結果 很多人是這樣子買二手車耶 在韓國外送的服務 也有一個外送車子的 但是我們的車子比較特別 我們那個是 就是 對 行動飯店 住宿 例如說 我們有一個貨車後面放一個房間 我們就是 我們提早就定位 定位的話 他們就是跟我講 你們想要住在哪裡 那就我們跟他們講 有一個 某箱子裡面之類的 那他們就是 那一天那個時間 他們那個貨車就放到那邊 然後房間就下來 然後就我們 那天住在那個住宿 這個是 只有在韓國 南部圈樓道 圈樓道那邊的服務 所以我們 我媽媽是南部人 所以我很常跟媽媽 一起去那個南部圈樓道玩 然後媽媽有一次 帶我過去這邊 媽媽說 秉秀我今天給你一個 很新鮮的經驗 然後就我媽媽帶去那邊 覺得 看到外表覺得 哇塞 就住在阿姨的家 就比較方便幹嘛 就住這種 很爛的房間 然後就進去了 就發現 裡面的床啊什麼所謂 都跟那個 我們一般的飯店一模一樣 而且他們故意裡面的家具 都是用 因為這樣比較舒服 對 床也是名牌啊 什麼沙發也是名牌 而且什麼 裡面都有什麼 那個 酒吧那個 什麼檯 酒檯 八檯 對 八檯 然後就裡面 小冰箱裡面很多酒 對 所以裡面就是喝酒 然後就放鬆一點 然後就這樣過夜 就 而且外面 他們有一個很大的窗戶 那邊就外面的風景 非常非常特別 台灣也有 而且也是 可以洗澡 有熱水 有電 還有廚房 真的喔 對 我差不多兩三個禮拜 我們出外景 住的地方就是那個 我不知道他們是 會特地送來 還是因為節目的關係送過去 但是我們就是 對啊 而且很高級 很像那種 新的民宿那種感覺 很棒 可以睡到四到六個人 貴嗎 會貴嗎 應該還行吧 我們這個是免費的 免費 對 為什麼 因為它是有一種 我們政府跟那個 有一個韓國有名的那個 攝影師一起做的有一種活動 他們是 如果提早訂的話都是免費 對 這麼棒 這麼酷 很多人就是為了這種新的經驗 所以就他們報名 然後就做的 我媽媽也是提早 兩個月前就報名 然後就帶我去的 對 現在還有 好酷喔 對 但以後去韓國 就不用訂飯店了 那它應該有什麼條件吧 你才能住 還是每一個人都能住 他們有一個條件 是住在那個全樓道那邊的 就我媽媽也是剛好 因為我們的親戚 那個都住在那邊 所以他們用我那個阿姨的名字 就報名了 對 所以想住的話要用阿姨的名字 對 阿姨的名字就 馬上留個名字給我們 冰箱會幫大家處理喔 好 那還有什麼東西咧 還有這個就是 超萌小狗耶 送 送到妳家 然後五天後 我再收走這樣子嗎 沒有吧 這應該沒有滿意見賞期吧 對啊 不行吧 我覺得有可能是美國耶 因為美國人 不是幾乎每一個人家庭裡面 都有養狗嗎 對 所以對他們來說 我覺得送狗應該是滿正常 就是喜歡然後就送來 然後就養牠這樣子 莫非是南非嗎 這麼奇怪的服務 喔 那我們就來看啊 小燈姐很厲害 南非 這就是南非 喔 其實 其實他們 OK 送這個狗是 其實是 類似豬 類似豬的 然後他們是 平常是豬那種 兩到六個月的小狗 這樣 然後牠可能是陪伴你 一個中午或者是一天 這樣子 然後牠的原因呢 就是 我覺得是專門是給女人用的 就是身心的一個療癒的一個東西 真的很療癒 對 然後像我姊 牠就會常常一個月 牠一個月一次就會用這個服務 牠那個來 心情低潮 牠就會叫這個服務 蛤 好妙喔 對 然後牠 我姊很妙 我有問牠為什麼你要叫小狗 因為牠自己本身也有五隻狗 然後牠還是會在叫那種 拉布拉多 黃金獵犬 八哥什麼的 然後牠跟我解釋 是 你可以有男人陪著你 但是跟嬰兒的感覺又不一樣 對啊 因為兩到小小的 這都好可愛 對 牠是用這種聊天的方式 在叫那個狗過來 然後牠一次可能就是十幾 因為是加自己的 然後又訂個四五隻 就九十隻狗一個人 然後九隻狗在床上 美國有跟一個 類似跟寵物有關係的一個東西 我覺得也是可以外送 就是 牠們就是會把那一種 包母車或是大咖車的那一種 然後裡面裝潢 就變成一個寵物的SPA 然後牠就是會到我家 然後送牠 就是自己送 但是這個是不一樣 牠是接送 但是這個美國的是不一樣 牠會專門到你家 然後幫你的狗洗一洗啊 弄一弄 剪完頭髮 剪指甲 就開心一下 幫一些很可愛的東西 然後就給牠下車 在你家這樣子就好啊 因為美國有很多家 牠不只是一隻狗 有可能是兩隻狗啊 對 那一次就是 牠可能就是安排 禮拜四就是在這個區域啊 這個階段裡面 而且牠們的車都是會 就是外面會有些 肚理公務的 衝物SPA的 然後電話號碼 然後就是 每個禮拜就是看到那一台車 你會想說 搞不好我自己的狗 也可以用這種服務 也是不錯的啊 有沒有 而且牠也沒有跪到那裡去 我覺得是滿合理 就是小狗 可能一千塊台幣 那就是可能最貴 可能是到三千塊台幣 可以喔 如果是大隻那一種 會很會釣毛的那一種 我覺得是滿合理 因為我在台灣 一個禮拜 我的狗都去那個 衝物SPA 就是七百塊啊 七八百塊啊 對啊 對啊 可以喔 FNZ強的觀眾大家好 謝謝大家對喜南的支持 記得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收看最新影片 然後再按一下 我們下載一下